我们现在探讨一下这个余振煌的心理素质 我觉得他心理素质实在是蛮强 导播各位那个余圈圈那张 心理素质真的是蛮强的 那他为什么 之前都不出来讲 他说实话他如果做好决定要吞下去的话 在林志坚那场记者会他就可以出来 但他没有出来大家就觉得 可能意见不太一样 为什么没有出来 你看到林志坚这个记者会 没有错 林志坚从头到尾就没有说这个余振煌抄袭他 但是讲实话也讲得够难听的 你看他这个记者会之后 他就在脸书上梗图做得很漂亮 告诉你第一 我林志坚台大硕士论文 我的题目在先 然后我是怎样怎样 当时余圈圈 余圈圈 仍以路深认同为题 我的题目在先 然后当时的余圈圈怎样 第二 我的大纲也在先 所以2015年12月我怎样怎样 12月21号余圈圈怎样怎样 第三 我的内容也在先 当时我怎样怎样 那个余圈圈怎样 说实话他从头到尾是没有写余圈圈抄袭 但如果你是当事人 你看了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心里不舒服 我余振煌 论文很早就写完 你玩我半年的写的跟我一模一样 然后今天你做了这几张的梗图 放在你 这个林志坚啊 这个明星市长的脸书上 叫我余圈圈 然后拿我来轰托你 拿我来比对你 所以说实话当时我看到 我就觉得余圈圈 你要吞吗 你就是那个余圈圈 你如果吞掉的话 你就真的就这辈子就叫余圈圈了 是不是 来我们回到刚刚那张 所以余振煌坦荡荡 今天他不但找了律师 发了公开声明 公开的声明 另外台大召开的这个 他也不怕 他也就去了 那据转述 他说他觉得很累 他觉得很累 然后呢我们看到 那当林志坚要开始做危机处理了 怎么处理 林志坚办公室发言人说了 指责任何人抄袭 国民党停止身 政治脏手到校园 避而不谈 林志坚的那些奇怪的错误 是哪来的 避而不谈 这个余振煌的那封公开声明 把焦点带向了国民党 请问那个声明是国民党写的吗 另外林志坚的委任律师说什么呢 这个我也是败了 于正皇大致的说法 跟国安局长陈明通的说法相符 到底哪里相符 依法应该公正 然后秘密的进行审查会 竟然被台大透过媒体放话 放什么话 已经具状申请苏洪达回避 台大社科院也已经签收了 唯有公正客观的程序 才会考虑让当事人去出席 还没有组成公正客观组织之前 我们不会建议当事人去 他在发表后面这几段的时候 余振煌还没有发布这份声明 现在发布这份声明 我看这个苏洪达应该也不用回避了 马介大使 对我想这个于正皇这篇声明出来 除非民进党硬拗 要他再杀一百个谎 其实就是说 我们有一句谚语很重要 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什么事情诚实面对 事情可能就可以比较好的处理 因为你不诚实 你要去掩饰一个不诚实的事情 你还要再继续撒谎一百次 所以我觉得余振煌也没有这样子 一定要让这个 让这个陈明通跟这个 跟这个林超人 林志超 让他们出这么多丑 他也是被逼的 他也是被逼的 事实上的话 他如果第一时间 他忍这么久 他第一时间他就给了很 怎么讲 给了林志坚还有陈明通 很明确的答案的话 陈明通跟林志坚也不要凹那么久 然后杀更多的谎 一个谎要靠一百个谎来圆谎 到最后还要再杀一千个谎 所以现在其实我是奉劝 民进党就认了 要不然你还要再杀多少个谎 你还要硬掰多少次 你会不会有点担心这个于正皇 这个声明稿一发之后 你知道这个绿营的力量 排山倒海而来 他真的是很带肿 其实今天于正皇的表现 又让我回想起来 我很多调查局的同事 我为什么有调查局 因为我们以前在外馆的时候 调查局都有同人派在重要的外馆 所以跟他们在不管在很多地方 我们都同事 我对于正皇这些表现 恢复了我对调查局同仁的传统的看法 第一个非常优秀 你要知道调查员 今天中华民国调查局调查员 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考试 在我们那个年代 能够考上调查员 都是非常学校里面 都是品学兼优之辈 而且我很钦佩他们 他们都有使命感 他有正义感 那所以今天的于正皇表现 让我回想起来 我这些在我从事公务生涯里面 很多这些在调查局的好朋友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优秀 而且还是在关键时刻 有那个正义感跟那个是非感 那所以我是觉得 所以我觉得要这样讲 于正皇真的是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他的论文 对得起他的列祖列宗 也对得起调查局 对得起调查局 而且他不必担心 调查局我觉得 这个调查局里面 这么多的同仁调查员 还有他的长官 心里面对于正皇今天表现都说 不错 于正皇还是我们 没有丢我们调查员的力量 挺住了 真的 林志余正皇这个作为的话 真的表现出调查局 调查员的那一个 让我们尊敬的一个水准 然后这里面我觉得于正皇 基本上他还是 基本上在过去的时候 他基本上还不愿意跳到第一线 因为他知道他这样一做的话 这个案子就已经清楚了 好 不过当然了 这个于正皇做了一个决定 他也知道接下来压力会有多大 大家很关心他的安危 他也不接受媒体访问 当然低调是对的 他并没有想这个 他并没有想让这个林志坚 跟这个陈明通难堪 那谁让你们要逼我呢 对不对 所有绿营都要带风向说 他是抄袭者 拜托 抄袭者 天哪 他的名誉怎么办 那还有一个角色是陈明通 说实话 陈明通的责任是不是更大 今天黄阳明讲到陈明通的时候 他认为陈明通就是应该下台 黄阳明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今天黄阳明的最新说法 在这个案子里面 拥有权势的国安局长陈明通 是秦制单位的顶头上司 他不畏惧这样的权势 他说出了他所认定的真相 他不愿意成为陈明通和林志坚 通奸除罪的背锅者 所以今天他的声明 重重打脸了林志坚 重重打脸了陈明通 当然最后的判定 是由台大的这个审定委员会 但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在陈明通与林志坚的说法里面 都缺少了余正煌的说法 甚至林志坚的记者会 还帮余正煌做时间轴 还说他哪一年哪一月口是什么 他什么口是什么题目没有过 然后呢所以换题目怎么样 讲的他好像是个坏学生 拿了这个林志坚的资料那边抄袭 根本是你看人家最后出来了 忍不忍了 他出来自清了 现在小智阿通司换你们了 你们要拿出什么证据 你们要拿出什么样的证据 还是只有一招 说是国民党政治迫害 现在民国几年了 你要说国民党政治迫害吗 你要说调查局是国民党的党国余毒吗 你国安局长好意思这样说吗 陈明通下台 下台 身为一个国安局长 不知廉耻 无耻 有种你告我 这件事情我非常生气 现在二十几天了 你身为国安局长拥有有权有势 造谣抹黑 乱扯一通 这整件事情你要负最大责任 林志坚我们还可以说他是个孩子 是个妈宝 他只是不会写论文而已 你是主导这整件剧本的 整个林志坚二十四号记者会 所有资料都是你给的 都是你写的 再说嘛 再说嘛 我们的国安局长 卷入一个学术的 丑闻 就是丑闻 臭不可闻的丑闻 陈明通来告我 欢迎你来告我 你就是一个无耻的国安局长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